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 愿神的话语容全灵甘露般 知日轮临稳的心房 《词如行传》第一章到十一章 记载的重点是彼得和耶路撒冷的教会 我们今天要讲的十二章 是一个转折 教会受到更多的逼迫 耶稣的门徒雅各尔被西律王杀了 雅各尔是十二个门徒当中 第一个为主殉道的人 西律王雅基帕伯已逝 逼迫基督徒是想要得到犹太人的欢心 并不是出于罗马政府的命令 这位西律王是耶稣时代大西律的孙子 受到了罗马帝国分封之王 他与犹太人的关系非常友好 为了迎合犹太人想要得到他们的支持 维护自己的政治地位不受到威胁 因此逼迫教会 甚至杀害信徒 所以他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 当他知道犹太人喜欢这事 他就把彼得抓起来 因为彼得是门徒的领袖 如果可以杀彼得 他相信自己就更能够得到犹太人的拥戴 西律王派人监控彼得 彼得被两条铁链的链锁链着 在两个士兵当中使他无法挣脱 门前还有警卫来看守 在这样严密的警戒下 天使却轻易地打开彼得身上的铁链 叫醒正在沉睡中的彼得 而警卫完全不知 上帝如果出手 人如何拦住神的奇妙作为 西律却相信在严格的反光之下 彼得不可能逃脱 同时教外弟兄姐妹们 正在为彼得切切地祷告 不要被西律杀害 从这里我们看到 咬鸡帕王准备杀死彼得 但是我们更知道 苦难当中最重要的力量来源就是祷告 除了祷告还是祷告 彼得出监狱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他去了众人聚集祷告的地方 也就是约翰马可的母亲玛利亚家 可是当悲女罗大说 是彼得在敲门的时候 这些原本在为彼得 恳切向上帝祷告的弟兄姐妹们 却不相信罗大所说的 很吊诡的是 他们既然迫切为彼得被抓 入监狱的事情带导 现在彼得出现在他们面前 他们居然不相信自己的祷告 甚至还说罗大疯了 让我们来想想 我们是否为了事情迫切祷告 但是当上帝应许的时候 心里却又不敢相信 神当然可以让彼得 毛发无伤的崇敬与逃脱 因为神太后主权 对神来说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神是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这才是真神 在十二章的二十二节 提到叙律王创上王府 坐在王位上 向人民训化 百姓们呼喊说 这不是凡人的声音 而是神明的声音 主的天使立即打击西律 因为他没有把荣耀归给上帝 最后叙律王被崇摇死了 叙律王认为自己不只是王 而是神 当他自吹自擂的讲话的时候 百姓称他为神 面对这样的自以为神的 是神的暴君 后来神不用摧毁之力 使他被自小虫子摇死了 人在神面前 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 我们知道传福音的事工会遇到困难 但是福音并不会在破坏中消失 反而在破坏中兴旺起来 我们从基督教的历史当中得知事实 基督教教会尝试在富足环境当中渐渐萎 却在苦难中成长 在恶劣瘦的环境当中 福音的成长是最快的 在使徒形状里面 我们看到福音从苦难传开的 传福音是在为上帝工作 不是为人工作 上帝绝对参与在当中 当我们遇到逼迫 我们需要的施衡切祷告 神必施长大能 成就提示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上帝 让我们面对传福音的时候 在这条道路上面 如果我们有些苦难 有些逼迫 让我们不要轻易的放弃 让我们能够持续在这条道路上面奔跑 因为我们知道在这当中 有主您的引导跟带领 感谢主 我们这样祈求祷告 奉主的名求 阿们 阿们